这个世界的残酷就在于 有人坐在温度适宜的办公楼里 随意点着几十一杯的咖啡 对于那几块钱的配送费一脸无所谓 而有人为了那配送一单五元的用金 哪怕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住他们的步伐 作为服务行业的代表 他们亲切、有理、对待客人的要求 他们尽力满足 可平台的压榨机制 让他们的努力因为随便一个意外 就可能功亏一篑 这天河北下起了暴雨 一个外卖员冲入王先生的店里 一阵公邀屈膝之后 竟暴哭出声 这究竟是为什么 原来那天商店老板王先生的老婆 打电话表示 这雨太大了 让王先生自己解决一下吃饭的问题 这让王先生十分高兴 终于有正当理由吃外卖了 于是他满心欢喜地 在外卖平台上挑了半天 挑了一个自己很满意的餐 确认支付 输入密码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接着就坐在椅子上 期待自己的午饭 虽说这个天气着实有些不好 但是王先生想 自己订的餐也不是很远 估计最多一个小时 自己就能够尝到美味的午饭了 谁知道 这一等净等了两个小时 由于暴雨天也没什么客人 王先生甚至中途还无聊到睡了过去 并他十分不满的是 已经两个小时了 自己的午饭居然还没有到 再这样下去 午饭都要成了晚饭了 他有些生气地打开外卖平台 看着上面显示的订单超时 让他一点都没有再等下去的耐心 况且过了这么久 这饭估计早就不好吃了 他思考了一会儿 决定还是把饭退了 自己吃个泡面好了 但巧合的是 就在他刚准备按下退单键的时候 外卖小哥的电话终于打来了 一接听 迎到耳边的就是外卖小哥的对不起 但王先生此时并不想多说 于是告知对方自己准备退单 谁知对方听了 十分激动 一再恳求王先生千万不要退单 他自己愿意赔偿王先生的饭钱 就是恳请对方不要退单 如果退单的话 自己将会被平台惩罚500元 听到这里 王先生觉得500元的罚款确实也太多了 想着出来跑外卖本身也挺不容易的 再加上天气确实很不好 于是挂了电话后 王先生就耐心地等待外卖员的到来 没过多久 一个穿着红色羽衣的男子急匆匆跑进来 他见到王先生一个劲地表示对不起 接着将餐放到王先生的桌子上后 又掏出手机准备扫付款码 将王先生的饭钱还回去 王先生被他的举动感动了 而他自己本身也没想要对方的钱 所以赶紧拒绝 但外卖小哥似乎很执着 眼看着外卖小哥就要付款成功 王先生赶紧拿了一瓶水冲上去 塞到了外卖小哥手上 表示理解对方的不容易 而外卖小哥在那一刻 终于也被王先生的理解打动 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瞬间就大哭起来 他表示自己一单只有五块钱 风雨无所谋 可是只要犯一个小小的错误 就会被扣那么多钱 随后他解释 自己几乎从来没有给顾客超时送过东西 可是这个天气 本身自己手上的订单很多 再加上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才耽误了时间 尽管抱怨平台的机制 但是小哥还是很抱歉地表示 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从这件事中 我们看到的是外卖小哥的无奈 和王先生的善良 外卖小哥能够时刻肩负对工作的责任 而王先生则展现出了极大的同理心 其实这件事并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现实生活中 为此为难外卖小哥的情况 也大把存在 这世界上无时无刻都有苦难的存在 但只要人与人之间多一份宽容 陌生人之间多一份理解 这个世界才会更加温暖 人们才更有生活下去的动力